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新加坡前交通部长 义华人贪污案出现了重大转折 案件今早10点开庭后 义华人突然改变立场 决定认罪 义华人一共面对35项控装 其中34项关于他作为公务员 索取贵重礼物和好处的贪污指控 最后一项则是妨碍司法风证 义华人的涉案金额超过40万新元 包括世界一级方程式 F1新加坡大奖赛的门票 和昂贵的贵宾需讨票 以及价值近8000新元的布朗登折叠脚车 随着义华人愿意认罪后 控方以其中5项控装定罪 并要求法官判监6到7个月 至于剩余的30项控装 则交由法官下判时 以并考虑 代表律师文达兴求情时说 义华人决定认罪 除了因为控方 不在以抵触防止贪污法令的罪状 提控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希望家人 不在因为这起案件而饱受煎恼 不在以抵触防止贪污法令的罪状